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好 欢迎来到聊聊 我是宣三 你知道吗 汉代可是发布过禁酒令的 可大家都知道 在古代呢 酒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令产生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在汉代的时候呢 并不流行喝茶 人们一般将茶叶做成粥来食用 那在那个时候 如果去到别人家做客 一般呢 都是用酒来招待客人的 导致了当时的社会当中 很多人都是比较喜欢喝酒的 而且酒量很大 鉴于那个时候 酒的度数呢 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 所以就产生了一些非常喜欢喝酒的人 尤其是当时的一些读书人 在考试的时候 具有很大的压力 往往会选择通过饮酒来缓解 但是 喝酒之后的人 往往就会出现争吵甚至打架的现象 也是很多官府比较头疼的 所以在当时就推出了一条法令 如果三个人以上聚集起来喝酒的话 就会被罚款 这也算是比较早的禁酒令了 这样的命令在最初制定的时候呢 只是为了防止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聚集起来反抗朝廷的统治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因为当时的交通并不是特别的便利 人们也没有非常发达的通讯工具 即使喝酒的话 只要没有太大的声音 也不会引起官府的注意 但是 对于那些喝了酒的人来说 他们往往不敢在街上行走 因为一旦遇到一些巡逻的士兵 或者被别人告发的话 就会受到处罚 那在这个时候 他们只能选择待在家里 也就导致了街上很少有人 那对于当时的治安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了 这样的法律 并不是出现在汉朝统治的整个期间 而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才出现的 相信大家都曾经在之前的时候 看到过电视剧当中 很多人在参加聚会的过程当中 都是会喝酒的 而且 如果自己的朋友 在举办一些喜事的时候 也是需要喝酒的 所以说 这样的事情 只产生在某个皇帝统治的时期 也是为了应对当时特殊的统治局势 当然了 也有一些情况下 军王会发布一些命令禁止饮酒 那是因为天气干旱 产生了饥荒 导致很多百姓没有粮食吃 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仅存的粮食拿出来酿酒 这样的话就会加剧灾情 还有军队作战需要粮食的供应 在这个时候也会禁止酿酒 所以说 在三国时期的时候 曹操曾经也有一段时间 发布过这样的命令 禁止民间酿酒 但这样的法律也只是实行了一段时间 后来曹操统一了北方之后 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征战 也就导致了人民百姓 也是可以用多余的粮食来酿酒的 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好了 本期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你对禁酒令有什么更多的认识 或者更多的了解吗 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 来告诉我们哟 那咱们下期再见 这是一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 habil ver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